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病毒的传染几率是多少呢 就是一个人传染之后 如果说他没有被优效的隔离的话 或者说进行优效的资料的话 他会传染给他身边的14个人 那么这个基数就很大了 现在正值纯洁家庆之际 天难地不恶劣 亲戚朋友 子女都往家里干 都是为了河家团圆 再一起 气一顿 叛天翻 现在情况特殊 我希望大家 不要出门 不要聚会 不要聚传 纯洁年年幼 只要人平安 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在一起 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护博森 医疗物质情况 现在武汉市 整个医疗系统 及护博森林 整个医疗系统 都已经约过了我们的三级 危机卫 及各个行政部门 市政府 深政府 透过各大媒体 再向社会 发起 五资募捐 这个五资 是医疗物资 比如说我现在戴着红目镜 戴着一次心理口罩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也知道 有些亲戚不在群里面 亲看到我这个消息的人 相互打电话 相互通知 一定要做到 我希望大家能够 提高人身 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而且报告一个 大家一个哼不耗的一个消息 这个 行刑 冠状病毒 已经发生第二代变异了 也就是说 在第一代变异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症治疗 那么在发生第二代变异的时候 这是要命令 那他的感染机率 就不是一个人传染 一个人得伤的这种病 传染身边14个人 那么他是请包发心资的 万大家 一定要牢起 不要出门 不要窜门 不要集会 不要聚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